拍了索门口一片狼藉 地面上买是玻璃碎片 值班同人募集 卡车冲破玻璃门 直接撞进索内 撞烂值班台 我在办公室跟民众调解纠纷 就听到碰一声 案发当下 小货车的行车记录器曝光 小货车以超快速度 直接冲撞派出索 当时值班台旁有两名远警 一男一女直接被撞上去 女警受到皮肉伤 但男警却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之后 仍然回天乏术 对 直接进来 那你那时候在做什么 就是你那时候在了解他的 我在用业务 在用业务 决定应该是 在用他的 也是他的业务 之前有发生什么样的 就生吵吗 还是他来承起什么之类的 不晓得 所以我们到的时候 他已经在旁边 然后那个人就被抬出来 赶快送一了 但你其实是 开车撞派出索男子 第一时间竟然丢下车子 往火车站方向逃逸 闯入铁轨 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上 消防局接获报案 抵达现场 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有人遭受火车撞击 那我们抵达现场之后 经过搜索 发现有一名男性民众 年纪大约50岁 那已经倒过车旁 没有受困的状况 那经过现场 那个救护人员出品 那是呈现死亡的状态 欧卡的状态 年仅24岁的苏姓男远警 伤势严重 送医急救之后无效 料姓女警 现年24岁 左腿幼儿头插伤 苏姓远警家属 从新北赶到医院 金融市长谢国良 第一时间也赶到医院 包括警察局长 公群人警政署长黄明昭 分别前往急诊室 问家属 对于远警发生不幸的意外 表达遗憾和悲痛 她才24岁 所以她是觉得 非常地惋惜 我们会全力地来协助她家属 现在她的叔叔 爸爸妈妈 还有她的妹妹 现在都还在 那我们就是尽我们 可能地来协助她 那她这个是因公来殉职 所以我想我们警局也好 警政署也好 我们都会来全力协助 后续的一个事宜 那因为还有很多的需要查访 跟这个证实的状况 那没有证实之前 我们也不宜往下断论 所以这个请各位稍微 见谅给我们一点时间 是不是跟罚单有关 还是说什么原因 目前我们都不能够去 去特别地去做论断 这个请抱歉 我们还带 真的还带理清 让我们有点时间 随后署长黄明昭 也前往案发现场 八堵派出所了解事发经过 我想我们同会这样执行 就这样子被 这个罪无可受的这些歹徒 就这样开车来冲撞 导致我们严谨的死亡案件 感到非常不舍不及 这些话会很心疯 警方调查冲撞派出所的货车 是失窃车辆 车主表示 车辆是在奥底被人抢走 目前嫌犯冲撞派出所动机 都还有待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